大家好,华记7月17日直击报导 今天我们这个世界越看越清楚 哪一个是侵略者,哪一个是受害者 我见到最近的新闻全部都是美国 要不就是特朗普,要不就是蓬佩奥国务卿 他们这班人天天做一些谣言 来抵毁中国,亦想侵略中国 你见到美国基本上现在说 我们这个港版国安法 如何收窄我们香港人的言论自由 或者我们的人身安全 它全部都是妖言或众 全部都是颠倒是非合法 其实我们作为一个香港人 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们要活在香港 有了这个港版国家安全法之后 我们的香港才可以回复平静 而这班外国势力 你见到那条罗冠聪 跟彭定康拍张照 整个地球都在香港 才是这一人偷渡反 居然跟英国这个什么老猛董彭定康拍张照 以为自己很厉害 很厉害 是吧 做汉奸走狗很厉害 罗冠聪你的价值就是 将我们香港来叛乱 将我们香港推向水深火热 你这些汉奸人渣卖国财 你去到英国 你就见到彭定康 以为自己很厉害 全个地球得香港人 才是像你这些人渣 那些年轻人 以出卖香港 出卖自己国家为榮 就是你这条罗冠聪 搞到现在整个香港的年轻人 都是以出卖国家为榮 即是世界变 我今天很快想说一下 有几宗新闻 第一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越来越严重 昨天有62宗 今天有50多宗 我们正式要向选管会奉华 这个人要炒鱿鱼 但我们要林郑第一个站出来 林郑政府第一个站出来 然后立法会一年 环保、疫情 还有我们香港没有这么多资源 天天和你争斗 这个在政治上的争拗 天天在说那些事情 都九不八八 那些什么初选人渣垃圾 我告诉你 他上个星期初选 他又会引发另一次大疫情 你计算他上个星期初选 一个星期后再会第三次爆发 他们几十万游行 弄到7月7日大爆发 他7月11日初选 一个星期后过多两天 疫情又是大爆发 人是这班泛民港独 弄到又是社区大爆发 谁有空间 每天跟他招呼这班人渣 林郑真的要站出来 你延后一年 你现在疫情这么严重 还有你看到现在的官员 基本上都很旺 很多单 刚刚有一单 就是说 在7月1日 铜锣湾时代广场 在商场那里 就把一个金属的站 打动 用来拉一条带出来 就是叫人家排队 那东西打死人 那个铁柱 整支由商场的三四楼 扔到地上就扔警察 扔不中 幸好 哇 那条这样的皇冠 叫做 哇 那条皇冠 大家知道 那条皇冠 即是那条狗冠 姓前的那个女人 是鬼佬 有少少似 不知道是混血员 是鬼佬 哇 他说那个CCTV模糊 喂 警察 其实第一个会也是 儘管 他们之间 也会采讨 很多犯法 现在据人 贘亱 这个框架 9观 性 检场 时 但这条 人家 还想放人 警察 法官 又想放人 喂 现在会有消息 以前 7月1日前 然后 就说 那个 寡 Impact 博士 判 用汽油弹判13个月 还未扔,藏着这些就是正常的东西 你便先蹲一屋,这么个人 只有坐牢才能够办 然后有个好消息 刚才看新闻,谭德志被警察拘捕了 他有几件事在身上 但为何要说这个人渣 因为他在立法会初选 他们所谓泛民的非法初选 谭德志是拿第三高票数 这人渣颠倒是非黑白 以出卖国家为荣 做了所作所为人神共愤 偏偏他就是年轻人的偶像 哎呀,死了 现在那些年轻人以出卖国家为荣 以反对国家为一个人生目标 喂,这条谭德志日日教坏小孩 他背很多事 他想着自己来那届做港立法会议员 被你做到立法会议员 真的太阳由西边升起 接着在这个双毒的情况下 港独和病毒 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真的很厉害 他除了说 不过现在港独 还更厉害 各新型冠状病毒 他都不怕国安法 现在港独和新型冠状病毒打击下 破产中数今年已经是4500宗 創了这么多年来的新高 只是上个月也有2000宗破产 6月份就有每天2-3宗 喂,这么多人破产 就知道市场是很严重的 做生意 或者你基本上 如果你说出来谋生的 营商环境的 现在怎样做生意 很凶劣 不要再被这班人搞政治搞死香港 香港为什么这么多人破产 就是因为那些泛民搞政治搞死这么多人 就像我昨天打算买外卖 去到那间黄店 哇,那里附近熟 都没有店 我都想到到处都没有外卖去买 不过见到这间黄店 我宁愿不吃 我都不光顾黄店 因为这些是害死了香港 害死了中国 这些黄店 宁愿炸透 不要吃它 见到这些黄店的外卖店 什么食店 炸透你都不要吃它 送给你都不要吃 不知道黄店是否加料 接着想报告一下 就是 现在 除了香港之外 我都说回我们公司先 在日本 很严重 昨天六百多宗 今天六百多宗 东京都两百多宗 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在日本的华记餐厅 在日本的东京先说 东京我们由星期一开始 就是会 TAM COOSI 就有这个大九寶 伸缩大九寶 因为他近户 没有寂静 所以我们担心 所以我们就决定 星期一 就将它休息一下 即是临时 就是要TAM COOSI 接着 早稻田和新宿店 我们就不做堂食了 本来六点后不做 只做日口 现在我都害怕 从星期一开始 就只做外卖了 大阪就相对影响小一点 所以我们大阪心齋 乔家 就照顾日口做堂食 晚上做外卖 好吗 接着就要说一下 就是因为 我有同事报告 明天星期六 7月18日和7月19日 在半岛酒店有个私人聚会 但因为星期六已经爆满了 明天星期六 在半岛酒店的私人聚会 已经爆满了 现在可以参加的就是星期日 我们还有那几场 每一场20人 每天四场 我们还有小量名额 如果有查询 你可以找下面这个电话 罗小姐我助手 希望大家抗疫的时候 全部戴口罩 以及我们在出席这个私人聚会 全程是戴口罩 是不剥口罩 所以我们无法提供 半岛酒店咖啡和水 不过如果你真是颈壳 我们开一间房间 就让你去喝咖啡 只是喝水 在四个人以下才行 好了 今天因为华记 准备要出门口 因为今天就约了 何君耀 黑超哥和大卫sir 九点钟 我要有一个会 要跟他们开 到时候我应该 好像开完会 大概开半个钟 由九点开到九点半 我不知道什么环境 九点半 他们说大家要做直播 我九点半都会做直播 所以我今天就先出这条片 好了 多谢大家支持 Judy 你说的保本抗疫的投资方法 这是什么 是呀 这一个方法 就是我有方法 令到你安坐家中 做包租公收租 因为你的砖头会升值 另外赚了汇价 财息兼收 还有你持有最强的避险货币 你坐在这里 你都可以变财务自由 就是买哪里 当然是日本 当然日本不是每个都买得的 我们一定会推荐一些 日本的笋盘给大家 我们务求提高最高的服务 最专业的 另外是提供最笋的笋盘给大家 令到你们财息兼收 如果大家都有兴趣 记得联络我Judy报名 我的WhatsApp就在这里 希望到时见到大家 拜拜